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昨天中國的民間企業 北京天兵科技公司 在下午三點多於河南的拱義市 發射了自主研發的天龍三號 結果艦體與試射台的連接處 發生了故障 他們說這是測試的問題 導致火箭升空沒多久 馬上失控 墜落在發射台附近 1.5公里處的山上 而中共黨媒跟該公司馬上出來洗地說 我們有提前通知周邊居民疏散喔 結果被一堆的網友嗆 請問你是怎麼知道會失控的呢 你又是怎麼做到提前疏散的呢 喔 我去查了一下相關資料發現 原來是在發射前兩天啊 當地的村幹部收到了中共政府的命令 要求發射周邊3公里內的居民要撤離 附近還有郊區那些村裡 對吧 兩天之後等通知才可以回家 這是強制命令 結果一堆市區的人啊 跑到了 墜毀附近的 那種村落鄉裡去看一下 發現好多村民的窗戶都被震破了 也有網友嗆 明明就是你發射失敗 你才改口是測試 怎麼樣都是你偉大復興了 平行而論發射火箭 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各個國家都會有失敗 失敗是很正常的 而失敗也絕對不是你批評的點 大家應該更注意的點是什麼呢 有網友透過空拍的地圖發現 最回點 僅僅距離市中心3公里 我們來看美國的火射發現台啊 基本上附近沒有居住人 甘乃迪39號發射台 距離最近的市區也有15.7英里 換算一下就是25公里左右啊 而中國啊 這一次在 35公里以內 的民宅區 會不會太誇張 中共說跟我自己沒有關係 因為那是民間企業 那就有一個問題啦 是誰允許這個民間企業 把試射台蓋在民宅35公里附近 雖然你們說35公里已經很遠了 北京天兵科技公司這家企業啊 裡面有沒有黨委書記跟黨支部 我換句話問好了 請問中共國哪一家企業 民間企業 民間團體 宗教團體裡面 學校裡面 沒有黨支部 你回答我哪一家沒有 上個禮拜 中共才有一個火箭推薦器 燃燒不安全 脫落在貴州的農村 造成百姓逃命的恐慌 而這個火箭推薦器 還冒了大量的黃煙 那很多讀這個航太相關的網友也表示 這個就是圖村神器 如果掉落在村內肯定S光光 如果是掉落在附近 而政府短時間內沒有處理 或是疏散居民的話 那這個居民吸了幾天之後啊 會造成噁心呕吐 長期來往會對身體造成部分的傷害 這個就是先前 雖敬台灣人在靠腰的 為什麼 中共的火箭經過台灣領空內部 我們要發布警報呢 那為什麼先前沒有呢 因為先前啊 是在海上 上一次啊 確實有經過我們西部的市區 抬頭一望還可以看到 人家貴州跟鞏醫師 還沒有發出手機通知喔 接下來我們看看什麼叫做 民主敗家富二代 有一個網友在tray上面說 我想說台灣媒體真的超愛帶意識形態跟方向 澳門很和平歡迎大家來玩 你去一個地方 挑釁當地政治形態 我想去哪都會被抓吧 真的不要被媒體給騙了 我問一下哈我們先撇除掉外國人身份 請問中國本國人在中國本國 因為政治破壞而去達到他的政治抗議 算不算挑戰當地政治形態 在澳洲甚至可以不用申請遊行 你隨時在街上想要抗議政府 就抗議政府 哪怕你今天是一個外國人 到你這個地方 你就覺得 當地的政治意識形態 可以凌駕於人權之上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習以為常 這沒什麼特別的事 你在講什麼廢話 它是應該存在於這個現象的嗎 為什麼在中國有人家被強拆 有人銀行錢領不出來 有人被打江山了 有人的兒女被拐賣了 去找政府 政府還把他打江山 請問他上訪 爭取自己權益的這個行為 是不是像你說的 挑戰當地的政治形態 如果是的話 你講這個 你完全沒有人性 你完全因為自己 想要在中國發展 想要在澳門發展 而說出了這種 沒有人性的話 無家可歸我 政府拆了我的房子 不給我安置 還老打壓我 我現在 出來溜溜彎 這麼多人 違法監視 這都是 這都不是上訪的 這都是 管上訪的人 看在那坐著 各個派人所不知道哪的人 這解訪真多 你看全是解訪的 解訪的比上訪的人要多多了 看看 安藏的樹後頭 看見沒有 這就是政府官員 你們累不累呀 一天給你們多少錢呀 我想要問一下 你在微博上 在小紅書上 你可不可以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媒體 超愛帶風向跟意識形態 如果你也覺得不行的話 那你這個就是在挑釁 當地政治意識形態 那你也認同那邊比較 不peace 比較不自由 對嗎 你要不要聽聽你在講什麼 中國是一個很peace的 澳門是一個很peace 只是我們在那邊不能去講 任何中共不滿意的政治 你知道你自己在講什麼東西嗎 請問一個 農村的訪民 他要去北京上訪 結果 中共的便衣 綁上車 遣返 算不算 挑釁當地的意識形態 所以你認為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 你不談政治 政治就 沒有機會找上你了 對嗎 那請問這些中國的訪民 他們平時會去反共嗎 他們不會 因為他們知道 反共的代價很大 那他們為什麼 還要去上訪 喔 因為中共 今天破壞到他們家的財產 破壞到他們家的人 所以他們去抗議 不是嗎 請問這個行為是不是你說的 不應該去挑戰他們 是不是遇到不公的事 你要自己吞下去 你不要因為拿著台灣的身份 在台灣 如果被政府不公的對待的時候 相對於中國來說 你有很完善的 救濟管道 你不要自己站在這個位置 站著說話不腰疼 我們接下來再帶大家來看這個 荒謬的發言 真的怕了 大陸之前不是144小時過境眼圈嗎 所以就一大堆外國人 然後就說 我們都被西方媒體騙了 原來大陸這麼好玩啊 這麼乾淨啊 這麼安全啊 老百姓這麼的友善啊 這麼的現代化啊 東西好吃這更不在話下了 身類的網紅去了都說 哎呀大陸很好玩啊 難怪的橙色警戒 年輕人去到大陸 我喜歡大陸 那怎麼辦呢 民進黨混不下去了 混不下去了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啊 我們台灣發射的橙色警戒 是告訴你去那邊可能會有 政治風險 可能會有政治破壞 然後你在那邊講 那邊好乾淨啊 好好玩啊 老百姓好友善啊 這麼的現代化 這跟這個有什麼關係啊 然後你前面說 我們被西方媒體騙了 民進黨混不下去了 所以西方媒體是民進黨控制的 其實國民黨的跟那些舔共的網紅 綏靖的網紅 他們不是個案 因為歐美有很多這種的網紅 跑去中國收這個大外宣的錢 去幹這種事情 以前最有名的就是郭傑瑞嘛 對嗎 美國的郭傑瑞嘛 他跟樂樂法力以前是好朋友 後來決裂 還有俄羅斯的那個網紅 我忘記他叫什麼了 我們看一下外國版本的綏靖 中國人們都被侮辱了 而且他們需要救救 那是超級的 如果你走到這個地方 然後你會看到人們 穿在傳統的中國衣服 你會看到有趣的事情 一直在笑 享受的生活 你會覺得你能做得更好 他們自己做得更好 哈囉 你為什麼想像美國的中國人 當然中國人 不想像美國的中國人 我跟你講 這個美國人如果他在美國 受到任何的政治上的迫害 你看看他會不會去抗議 他會 而且他力爭到底 而且他有槍 警察只要沒有搜索令 亂闖他家 他可以對警察開槍 你看看在中國 警察如果沒有搜索令 去你家你敢不敢 做出任何反抗的行為 你看你敢不敢 這種人 在美國 只要他一點點的權力 可能他的退休金 少了一點啊 可能這個 養老金 少了一點啊 他都會爆跳 如雷的去 痛罵美國政府 但今天你人在中國 你身為一個中國人 你的當地醫保 突然被改成全國性的醫保 被拉低了 你的這個養老金 本來是地區的養老金 被拉成全國性的養老金 的養老金降低了 這個中共部門 出來站台說 買這個 P2P 是沒問題的 買下去 爆雷 去抗議 被打江山 存在中國銀行的錢 突然領不出來了 你超過五萬塊以上 還要去派出所 首先去登地才登地 然後這些通通 在中國發明你就是視而不見 就因為你不是一個中國人 然後你去那邊贊揚 所以我說 台灣 不是個案 歐美也很多 這樣的人 而且這些人不是只有在 中華人民共和國 開始搞大外宣的時代 就存在 以前蘇共時代 這些人也存在 以前納粹時代 這些人也存在 說啊 德國哪有啊 德國好民主 猶太人都在街上 跑啊 亂講 破壞 騙人造謠啊 西方媒體混不下去了吧 蘇共蘇聯哪有獨裁啊 蘇聯這個太空科技也是很 很厲害啊 蘇聯很民主啊 反而是你們這些人 搞什麼麥卡錫主義 美國政府下台啦 換一個 可以跟蘇聯和平共存的 美國政府啦 那你就要慶幸 還好 美國當年那一代 反蘇聯的人 反共的人 非常努力 要不然 蘇聯現在還在 就已經沒有美國了 你就看這兩邊 如果是美國倒台 你看看 我們會不會有現在的生活 跟會不會有現在的科技 會不會有現在的 各大上市公司 然後你還說為什麼要讓中國更像美國呢 中國人也沒有想讓美國變得更像中國 你說的沒錯 你去問問習近平的女兒在哪 你去問問華春瑩的女兒在哪 你去問問楊潔篪的女兒在哪 你去問問司馬南的妻女人在哪 包括那個 天津的舔共網紅 你問他家人為什麼在加拿大 哪有居 你問他 為什麼 覺得美國 無比落後的 中國教授 陳平 退休之後 全家人在 德州生活 為什麼是中國人偷渡走線到美國 而不是 向你們這些美國人 偷渡走線去中國 為什麼那麼多中國人去美國 就是想要拿到綠卡跟護照 而你 在中國 不想要拿中國護照 繼續想要保留你的美國護照 為什麼呢 先前被 欠薪一年多的中共 武統網紅 李懿 最近在 這個 飯桌上 發表了一個 讓小粉紅 破綁的言論 我們帶大家稍微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凡是說美國要崩潰的 總之凡是污衊美國的一切的人 你追一下這個人 這個人 我們跟美國的距離線這麼大 要比學敢幫超 要和美國比 我們哪方能差 然後要學美國 然後要敢美國 然後要超過華為 例子就是 大家都要學華為 大家都要學比亞迪 對美國要比學敢幫超 美國總體上 還是我們華為的老師 比亞迪敢說 美國他比美國強 中國除了華為比亞迪 你還有誰 你跟我說你站出來 你算個什麼 你還美國要夸台 所以這簡直是胡說八道到幾點 是中國房地產泡沫早都被破 我前兩年我就做節目 我說如果中國有房地產泡沫 早破比吃破 對對對 中國經濟 亞洲經濟前途一片大好 中國經濟前途一片大好 如果搞壞 全是你自己胡遮疼 自己把自己搞壞 跟別人沒關系 李懿算是我個人 比較尊重了一個 想要打台灣的中國人 雖然是敵人 但為什麼我尊重他 因為他比起其他小粉 跟舔工的台灣人來說 更值得我尊重 因為他有做功課 他知道中國跟美國的差距太大了 而他先前的影片也多次講過 他也知道 打台灣必跟美國跟日本開債 而這個會付出巨大的代價 而他也說過如果要打的話 中共黨員先上 中共黨員不上 中共黨員的家人上 打完了再換我們這批 平頭老百姓上 對吧因為他是要主動侵略別人 他做過非常非常多功課 不是像那些舔工的台灣人 中國軍隊好多人好害怕 火箭打掛全部S了 中共傷亡0 台灣傷亡2300萬 沒有人家真的有做功課 人家不像你張口就來 也不像小粉 我一顆按鈕按下去 台灣毀滅 雖然他被他的大外宣機構 欠薪一年多 但他還是堅定要打台灣 所以我們可以得知 他不是為了錢 而想要打台灣 他是為了 他可能與生俱來的信仰 那為什麼中共大外宣 要欠他錢 你不是都幫中共說話嗎 這就是我之前說過的關鍵 沒錯 他雖然站在中共大外宣的立場 都想要 收復台灣 但是中共大外宣的立場 不能講到美國的好 日本的好 台灣的好 你不能講打台灣要付出巨大的傷亡 你不能一直呼籲共產黨要趕快打 而李毅這些事情全部做了 所以中共的大外宣機構 非常討厭李毅 但是 礙於李毅平常又在幫中共大外宣講話 我又不能明面的 直接把你像其他網紅洋鐵拳 那怎麼辦 欠薪啦 找黑衣人去弄你啦 所以但凡讀過一點歷史的人 瞭解一些國際觀的人 你都不難發現 自古以來 就是有這種民主敗家富二代 台灣真的 不是個案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小鈴鐵訂閱 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幫我方式 我是爸爸小鈴鐵 拜拜